所有生活中的一帆风顺都是有人在背后负重前行 这句话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可 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着自己的压力 这些压力中有些事情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与改变去解决的 有些则是需要通过第三者的帮助去度过难关 所以常常怀有感恩的心是不可避免的 而这份感恩更加适用于自己的家庭 乔女士最近就因为家庭的事情心中产生了很多的不满 她的婆婆每个月的退休金有三千 而且婆婆还很愿意地将这三千退休金中的两千块钱给予乔女士夫妻 来帮助她们夫妻俩生活 本来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但是当乔女士明白了婆婆为何这么做之后 她将婆婆送进了养老院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倾诉人 乔女士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我的家庭过得很安稳幸福 与丈夫的感情很好 她这个人的脾气也温和 我们俩在一块的日子里也很少会闹出特别大的矛盾 这也使得我们家庭面对一些争吵与矛盾的时候都不会真正地伤到人心 反而会多一些理解与体谅 时间一长自然也就过去了 自然不会有太多地方影响我们的感情了 而同样在我们的这份婚姻中付出很多的 还有我的公共婆婆她们 说实话 从我嫁到她们家里之后 虽然也出现过很多与婆婆之间的矛盾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经常地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小事争吵 半嘴 不过后来随着相处的时间越来越久了之后 这种小事情上面的矛盾就慢慢地磨平了 因为都知道彼此的脾气秉性 相处起来也自然会容易了一些 再加上婆婆当时也帮着我们带孩子 帮着我们照顾生活 所以这些都让我跟公婆之间从未有过什么特别大的冲突 每次我也会尽力地克制自己的情绪 尽量让我们之间的相处更加融洽一些 我的婆婆今年已经62岁了 是个退休的老教师了 其实她这辈子过得还是挺让我羡慕的 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公公还是个医生 每天俩人都是一块上班一块下班 日子过得一直都特别的幸福 只不过唯一让全家人感觉到无奈的事情是在公公57岁的时候查出了癌症 公公比婆婆大两岁 得知有了癌症之后的公公也不愿意去花钱好好地治疗 而是主动从医院办理了提前退休 然后跟婆婆一块出去旅游 一块出去逛街 我记得公公当时说过一番话 她说 就不治了 再治也是靠着药物 靠着化疗去维持生命 到时候我自己遭罪 你们也得跟着我受罪 还是好好地去享受生活 保持健康的心态比什么都重要 就这样公公陪婆婆度过了两年的美好时光 最后公公离世了 婆婆一个人难受了好久 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安慰她 也就我这么一个儿媳妇能够每天跟她说说话 哪怕是生活中她做了什么让我不舒服的事情 我也不会生气 而是尽量地理解她 而丈夫的话又忙着自己的工作 还是个老男人 根本指望不上 自然也就给了我跟婆婆更多单独相处的时间了 但是婆婆在我们家里住了一年多之后 就想要回去了 她当时也从公共离世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走之前她跟我们说 要自己回去过单身的日子 不想在我们家里伺候我们 一点也不自由 还是自己回去地过着舒服 话虽然说得简单 但是能看得出来 她是想要好好过自己的日子 而且那时候的婆婆身体健康 才57岁的年纪 完全是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的 我们也就放心了 毕竟两家得的也不算远 每次回家开车的话 得三个多小时 也能够随时回去的 临走之前婆婆还说 我每个月有3000块钱的退休金 以后可能还会慢慢地涨一些 这些钱的话我一个人也用不了 以后这卡你们拿着 每个月给我转一千 你们不主动给我转 我也要问你们的要的 如果我有时候需要钱了 我也会跟你们说 你们的生活压力大 这钱就拿着帮助你们生活了 婆婆的决定 我是有些不太认可的 毕竟我还是对婆婆挺感谢的 并不是很希望她手里没钱 换句话说 我更希望她过得好一点 可是我看向丈夫的时候 丈夫并没有反对 所以这事也就这么定了下来 从那时候开始 我们每个月都会给婆婆 转一千块钱 剩下的两千多 我们就自己用了 除了个别情况下 会多给婆婆一些 比如婆婆要去旅游 或者是要买一些东西的时候 她会跟我们说 我们也会给她转多一点 其他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这样 婆婆也很少说自己缺钱 有一次我们回家的时候 我问婆婆一千块钱的生活费够不够用 没想到婆婆却说 一个人买菜做饭能花多少钱 你也是当家做主 你自己在家里做一个月的饭就知道了 买菜花不了多少钱 去一趟超市买一百块钱的东西 这东西就够吃三五天了 一个月下来有时候还能有剩下的 我平常也没什么爱好 也不花钱 婆婆的话其实让我听起来 多多少少有些无奈的 毕竟她的经济状况 虽然不算是特别有钱的人 但也起码是个中等水平了 可却还是过得这么拮据 让我心里对她的经意又多了很多 就跟她说缺钱了 一定要跟我们说 一定不能委屈了自己 婆婆也点头答应了 后来几年里 我们一直都相安无事地生活着 我曾一度觉得 我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中 是我这辈子的福气 丈夫爱我 孩子懂事 婆婆又能够为我们付出 这都让我过得特别舒服 可直到今年的事情发生之后 我才突然发觉 这种幸福都是虚伪的 今年婆婆的身体 突然变差了很多 小病不断 我们就想着 把她接到了我们家里来住 婆婆起初并不是很想来 她说来了不习惯 环境不适应 也没有熟悉的朋友 后来我们好说歹说 她才住了过来 这一住过来 我才明白了 她为何每个月 都要给我们 两千块钱的生活补住了 有一天 我听丈夫 说起了家里房子的事情 吃饭的时候 她就当着我跟婆婆的面说 妈 要不你把你那套房子卖了吧 以后你就跟着我们 一块住就行了 这样的话 你也省心 我们也放心 婆婆没有说话 我感觉这也是合适的 就在旁边 劝婆婆搬过来跟我们住 婆婆却说不自由 不舒服 过来之后住不惯 紧接着丈夫又说 那你以后还得让我们养老了 不也得搬过来吗 现在搬跟以后搬都一样 再说嘞 没必要浪费资源 你一个人住那里房子也浪费着 过几年还要贬值了 还不如早点卖了划算点 见丈夫这么说话 我当时也是白了她一眼 让她闭嘴了 婆婆也一脸的无奈 而是说 你们定吧 我老了 什么事情都随你们 听着婆婆的话 不知道该叹息还是该心疼 后来丈夫就默认婆婆同意了 很快就催促着跟婆婆回去收拾东西了 然后又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把房子给卖掉了 卖了三十多万 也不算多 但起码也是一笔收入了 从那之后 婆婆就开始跟着我们一块生活了 只是对于我来说总是觉得有什么猫腻 觉得有哪块不是那么的舒服 可又说不上来 直到我那天看到了丈夫钱包里的一张卡 一番询问过后才得知这张卡是卖房子的钱 丈夫还高兴地说 妈把这张卡给我们了 这钱咱俩留着用吧 我就忘记给你说了 一直都放在钱包里 我想着要不咱们换一辆车吧 我当时挺生气的 因为丈夫一开始跟我说的是 卖房子的钱都让婆婆拿着了 我们不动 可是如今却发现在她的手里 我当时很生气了 就跟她小吵了一下 可奈不过她那好声好气地哄我 我也就没再继续追究下去了 直到有一天婆婆想要出去旅游 跟几个老姐妹一块的 报名费是个四千 她手里的钱不够用就找我们要了 可是丈夫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太贵了 我当即就骂了丈夫两句 并且答应了婆婆 而且还说 妈 要不退休金卡您自己拿着吧 这样的话 您每个月的手头也富裕点 花不完就自己攒着 想出去玩就出去了 想干嘛就干嘛 婆婆说 不用了 你们留着自己用吧 现在我这吃住都在家里也不缺钱 你们生活压力大 先紧着你们用 我不知道为什么婆婆这么好 对她心里各种的感恩 可直到有一天我睡觉的时候 听到了丈夫在婆婆房间里 跟婆婆说的话 我明白了一切 丈夫的大概意思是想要让婆婆 把她的存款给她 说是自己的工作上遇到点困难 想要让婆婆拿自己的存款出来帮她 婆婆虽然恨铁不成钢 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我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听到了 马上走了过去 丈夫还诧异地问我 什么时候醒来的 我却直接问丈夫为什么缺钱 她支支吾吾地说了一大堆的理由 我马上说她乱花钱 又不懂得攒钱 甚至还要瞒着我 可是她却不听 越说越生气 最后也是扭头走了 事后我跟婆婆聊起来的时候 婆婆说了一番话 她说 你们压力大我知道 现在的人都是这样 各有各的难处 各有各的压力 孩子上学的压力 读书的压力 各种的开销 再加上你们生活的压力 工作的压力 我这么大年纪了 也没有多少地方要花钱的 就算要花钱也是为你们要了 给你们倒也没事 我听了之后马上说 妈 您这些年给我没了多少钱 婆婆说 也没多少吧 就卖房子的三十万 跟退休金 还有三万块钱的存款 我听了问了一句 这些钱都是张斌 我的丈夫化名 问你要的 婆婆说 不是你们的生活困难吗 又是孩子读书前 又是孩子的补习班 还要换车 还有工作压力 我想着帮助帮助你们 就给了她了 况且我也不怎么花钱 直到这一刻 我才突然明白 婆婆为什么会给我们退休金了 原来都是丈夫在婆婆跟前 说了这么多我们的不义 而且其中还夹杂着一些谎言 我们俩的工资完全够平常的生活开销了 婆婆的帮助 只是会让生活锦上添花而已 有了会让我们更富裕些 没有也不会影响生活 可丈夫却一直都在要钱 有些钱还瞒着不想让我知道 我当即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跟婆婆说 妈 我决定了 给您找个高档的养老院生活 您不用住我们家了 我回头给您找个环境好的养老院 吃住一条龙 还是单人间 让您好好的享受享受生活 婆婆说 去那干嘛 多花钱 在你们这里也能住 我说 这次您听我的 我们这里您随时可以回来住 但是养老院相比较起来会更好一些 您在我们这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每天也没事做 还得帮我们 您听我的 就去住一年半载的试试看 那里有很多同龄人 平常也能一块打牌 跳广场舞 哪里不舒服了 也随时都有一声 环境可好了 您就去试试看 钱我们来掏 就当时去旅游了 您过去了肯定受欢迎 见婆婆也挺有兴趣的 我就做了主 养老院的费用一年六万 我们先掏了半年的费用 让婆婆去试一试 如果觉得舒服的话 我们再继续住 如果不舒服的话 就不住了 丈夫在旁 别一个劲地反对 一个劲地说 我不该乱做主 乱花钱 但是我心里清楚 我不能让婆婆 再继续这么灌着丈夫了 丈夫说什么她都同意 结果丈夫手里的钱那么多 却都是瞒着我让婆婆给的 要不是被我发现了 可能她自己拿着钱 就去潇洒快活了 现在回想起来 丈夫之前卖房的钱 突然记起卖了三十多万 可是卡里只有三十万 也就是说 丈夫自己偷偷花了一些了 这笔账我跟丈夫迟早得算明白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安排 是因为我觉得婆婆对我不薄 这么多年 我的生活能够越过越红货 离不开公共跟婆婆的帮助 如今公共走了 婆婆的亲人就剩我们了 丈夫又是个不着四六的人 天天光想着怎么要钱 怎么把钱花掉不让我知道 我肯定是很生气的 以后慢慢算账吧